您现在来收看的是 产业先锋队 大家好我是宇凡队长 欢迎收看我们的产业先锋队 今天是7月19号礼拜五 昨天台积电开完法说会之后 看起来全都是一些利多消息 而且是非常正面的 但是昨天外资在台股狂砍 既然大幅卖超了以后 当然台积电也是一个对象其中之一 大幅的在里面提款 我们看到投信在买 信商也在买 那么我们的散户朋友 用零股来支持这样的一个爱国行动 那么保护我们的神山 好了 那可是呢 昨天呢我们看到美股开盘以后呢 台积电的ADR呢 突然往上冲了以后 又出现一个震荡往下打了 然后突然 最后的中场呢 收了一个小红 所以哇天哪 那本来是跌将近8% 收一个小红 那还是跌将近 那还是有跌7% 所以呢今天看起来呢 早上我们看到整个的 台湾加权指数呢 曾经呢一度呢就是 哎呦这个 2万3跌下去了 跌到22901 那么跌了 497点 将近500点 可是到目前 我们在录影的过程里面呢 这个现在目前又重新回到了 2万3千点 下跌了380点 微幅的收敛 先首先来看一下台积电 因为呢很多小散户朋友呢 在这边呢台积电打下来是吧 我们就赶快去 护驾好吧 那最低跌到980 那我们现在目前的位置呢 是在986 跌了19 18 19块 大约是在这个位置 好 早上我们在股东前朝连线 我们讲一个重点是 早上可能在这个11点左右 都还是在压盘 就是压在这卖 卖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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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机会呢 等到最后尾盘的时候 台积电呢 这个会收敛 会慢慢上去 等一下我们再慢慢观察 但是因为时间还早 好那但是 但是怎么样 台积电的法说会 我们有很多内容 大家观察 不管是在看它的毛利率也罢 看它未来也罢 看它 Crowes 的这个供应也罢 看这些所谓的 资本支出也罢 资本支出是微幅铢身 微幅铢身是为幅铢身 就是有多一些 我们从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上下线来看的话 当然呢从这个下线来开始就提高了 所以意思就是说资本支出的话没什么改变 大概是有稍微深一些 那台积电猛呢 台积电猛 我现在先讲的是台积电猛 为什么 从我们过去一直在谈台积电是个大型股票 它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外资的一个提款机 所以呢 看起来呢有的时候我们会心里会想说 如果我买台积电我买不下手 那我不如去买台积电的供应链 所以他称为台积电猛 那么台积电猛呢有这么多的股票呢 当过去他们曾经涨多了 尤其是在前一阵子 川普还没有发生状况的时候 现在状况是很有点事态有点明显 那传闻呢拜登有可能要退选 而且呢应该不会很晚宣布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川普是不是真的是要当美国总统了 但是为什么大家会担心川普当美国总统 尤其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科技产业 尤其是这些所谓的晶片股 所以呢看起来呢川普 这杀伤力还蛮大的 好啊那没关系 我们先看一下到底 外资提款完了没有台积电 但重点他仍旧在提款的过程里面 台积电们必须要表态 因为很多中小型股 而且呢今年的这个获利展望都相当不错 因为台积电不能因为我股价拉回 而我前面所有的东西我不动啊 也就是我还是要往前啊 所以呢各位 今天的台积电门就来了 好了那我们就等一下来看一下台积电门 星云亮灯涨停 万润亮灯涨停 红素亮灯涨停 我还看到军华 基督西联盟的军华 又再攻上去涨停 但是我先讲一下 因为前方都有创造过高点 这叫复仇者联盟 因为前方已经走高了 都已经创高以后的拉回以后呢 在台积电法说会之后又开始表态了 这些都是中小型股 我再讲一次 中小型股 即便外资卖呢 因为它里面还有投信的筹码在 大家看一下 下方是投信的筹码 上面是外资在调节的 现在先回到台积电给大家看一下 外资 昨天3500多张 投信 昨天小接了2000多张 哎2000多张怎么会打得过呢 你这个卖压显然是很重 这条月线打下去以后 没有靠近月线 现在打下去了 所以 好吧各位 那台积电短线上 要是不是能够先站回月线呢 理论上是要这样 但是呢 现在重点是 卖压如此的汹涌 怎么办 现在目前是5万张 昨天是有8万多张 估计今天量能可能又会跑到8万张 所以呢 卖压很重 好等一下 那就给他卖 你也不能挡着人家卖吧 好吧那我们就要看台积电门的表演 第一 今天台积电门你开始一档 一档工上涨停了 我们等一下再来观察 还有什么呢 还有今天的能源股票 绿能股票 也开始在反应了 那不得了 真厉害啊 好 来先来看一下 军豪有没有机会再回去 同样属于什么 G2G联盟的军豪 之前的股价大涨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 股价大涨 现在已经接近涨停板了 成交量能又放上来了 本来昨天还在缩量的 又是一个前方创造高点 股价大涨以后的拉回修正 好了到了今天 似乎直稳以后要反攻 军豪也是中小型股啊 这些都是台积电门 台积电的资本支出 设备供应 好来 等一下 既然前面我们看到了 包括星云啊 包括红树啊 这些股票都攻上去了 你们有没有可能攻上去 因为只要有指标冲上去了 那台积电们应该会有所表态 好了 但是卖压确实很重 而且呢今天充满了短线操作的空间 意思就是说 哇那边很强啊 我们就我们过去那边操作 好了开始慢慢慢慢 如果到收盘 更多的台积电们会涨停的话 台积电理论上应该要 收敛它的跌幅 好这是我现在目前的看法 绿能概念 哎呦天呐 我就说台湾哦 任何的电力设施 都可以去电击到小动物 唯有一只电不到它 就叫做云豹 好云豹是电不到它 因为本身充满了超多的电力 来看一下超可怕的 我在讲什么叫可怕 人家被关紧闭了出关以后的 先生来跟你讲说我来了 蹦12.9亿的云豹能源 他也在工涨停 好吧 哎轻轻松松就是上去了 所以他会带动什么 绿能这些股票 你要是跟能源有相关的 来来来来 跟能源有关吗 有哦 有关的是 天方能源 是吧 好哦 哎我先想问一下 这3.2亿的股本的天方能源 就是因为它是能源 对吧 好了再来呢 你就会看到 还有没有 哎没什么赚钱 但6月营收相当不错的 乐视绿能 嗯 乐视绿能是吧 好到了42拉回整理一下 现在又谈起来了 好股票啊 算起来看起来都便宜 好这时候 我们先问一下 各位你有没有什么那个之前买高的君豪啦 那君豪理论上你应该不会去买到100块以上 如果你是买到100块以上 那基本上是没有看过我们的节目啦 但是呢如果你万一真的买到100块以上的话 那基本上到现在它又回到100 可不可以续报 你一定会问 那我可不可以续报 我等待我可以解套 我觉得可以耶 是吗 不然大盘这样跌哦 跌了个400点 那你这些小型股又开始往上 往上了哦 那么代表他还是有人气的 好啊 那再问哦 那像雷科这种股票呢 吃钱呢不是也是跌下来吗 好啊 有没有机会哦 来我来看一下哦 因为最近大家都有很多问题哦 就是有关于吃钱有买高的哦 他怎么突然就拉回了 拉回的幅度还不算小哦 但是呢相对的哦 当他直吻以后呢 大家就在思考 哎 奇怪哦 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他直吻的时候 又碰到什么 碰到季线来 月线跌破以后跑到季线 季线这边当自身 季线是生命线 好吧那生命线这个地方如果守住了 有没有机会谈上来 量能还没放哦 量能还没放但是直吻了 那就充满了机会 因为毕竟大盘在沙盘 我还是要提醒各位 大盘在沙盘有很多筹码是耐不住的 他有可能往外K了 好了那智胜呢 智胜在关锦币耶 智胜现在目前在关锦币在撮合嘛 撮合盘 但智胜在高档人就稳稳的 各位 我们得到一个启示 当我们的指数重挫的时候 这些中小型股带有题材 带有获利层面的股票 带有跟台积电相关联的股票 即便是台积电释出相当好的消息 但是由于台积电 法人持股众多 尤其是外资 这个时候外资的卖压是挡不住 一直卖一直卖一直卖 那就用台积电们来表示抗议 真的哦 那好吧 那我们就慢慢等着这个 等一下看台积电的卖压消化以后 会不会开始直稳 估计下个礼拜 那最大变数 大家还是讨论到 那川普当了美国总统以后 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应该还有一段时间 短期上 外资呢 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呢 所以呢 他们会采取减码 这个合乎情理 而且必须要跟大家讲 毕竟台积电股价现在目前在高水位 好了 那既然如此的话 既然这里面有这么多供应链 是不是我们每一档 几乎都可以续报呢 如果用我看起来 现在我们列出来的这一群股票里面 几乎都是可以续报的 哈 这样子哦 那好 那如果 如果这样子来看 像之前我们跟大家讲 我说雷科他不是在修正吗 他转型之路就跟大家讲过 跟万润是超像的 好了 万润还有机会再上去 因为毕竟股本都小嘛 是被动元件转进半导体 所以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 雷科我们认为今年的设备的占比 设备营收占比可以达到65% 之前不是跟大家说过了吗 因为雷科本身代理的COAS的设备 台积电有没有谈到COAS 有 你产能如果要倍增 你必须还要怎么样 你的设备够不够 还有呢 还要想象一下 他的伙伴们呢比如说像日月光 基本上会是这样子 雷科打进台积电供应链之后呢 他的自制哦 这个本来是代理 代理这个德国设备的 这个COAS的产品 他现在自制的设备也切进去的 那在谁那里呢 日月光那边 好在封测 在封测厂 所以基本上台积电会用什么样设备 基本上像日月光这种厂商 大致上就会用什么样设备好了 那这是有关于雷科 不用太担心他的拉回 毕竟他也是中小型股本的股票 好吧 但量还没放出来哦 对他量放出来就比较刺激了 再来往下看 基土西联盟 哇今天君华不是冲上去了 刚刚在看君豪嘛 因为自胜是观景币嘛 以这三档股票为例的话 君华最会冲 再来就是君豪了 因为自胜观景币 所以这三档股票看起来 后市都没有问题 好我先跟大家讲后市都没有问题 好了今天这更妙的是什么 我们再看到那个 好这是有关于君豪的三大产品 这各位过去你都看过了 最妙的就是这个 你会觉得奇怪 你都说绿能就算了 怎么连这个再生水厂 海水淡化的这个三菱水也来了 这个我们之前还在跟大家报告嘛 我说三菱水它因为有什么什么什么 来注意哦 那种叫做再生水 再生水 所有的晶圆厂要的都是净化水 好再来就是海水淡化 如果各位现在目前所看到的这件事情呢 你会发现 好吧 这以再生水厂跟海水淡化来看的话 这种概念的股票呢 似乎呢 看起来好像不会涨对不对 错了 昨天它涨停 今天又涨停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你就会发现 好 那就是做书你 好不好 那为什么这样讲 大家请看 哦 这样攻上去了 大盘在跌 对 请问它干嘛 创高 外资 昨天有没有买 外资买了 昨天买 昨天有买 一千多张 再往上攻击 好 相对的还有另外一档股票 但是呢 看起来就没有这么活泼 国统 好了 国统 也是海水淡化 但是呢 国统好像要挑战上去 没有挑战过去 山林水冲上去了 嗯 看起来很妙对吧 那有关于我们讲的 所有要设厂 以及未来我们台湾所欠缺的就是 水跟电 所以水的部分也表态了 电的部分还在表态 如此一来 我们就要默默的去观察 那这到底还有什么没有涨到的 好吧 那开始早了 昨天跟大家讲了一档股票嘛 世新科 也是昨天我们在股东前朝跟大家报告的 叫做川普概念 川普概念股 最近你已经看完基本面了 我们再回来看一看世新科 今天是不是出现什么震荡啊 走势怎么观察啊 各位请看 哇 那个量都放出来了 你看有点放量放得很快 早上开盘就往上冲了 那冲到哪里 差一点就去亮灯 38块是涨停板的价位 它攻击到37块9 开始出现一个震荡 各位你来看一下 你来看一下K线 这边突破了是昨天一根涨停 蹦上来了 昨天外资也小买嘛 这边是外资的筹码 昨天外资买超 然后呢 今天碰跳空上去 来各位 跳过来了 各位请看哦 来你看到什么 来跳过来以后呢 你会发现在这一块区域 这里都全部突破了耶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 有可能会有套牢筹码在吗 有哦 那短线也有人冲进来买吧 当然有啊 所以呢 好看起来又要挑战这个区域了 但是又有当冲的筹码在 来再把我们再把图缩小一点给大家看 这9.8亿股本的股票 它到底有没有机会持续往上挑战 因为既然它被列为川普概念股 川普如果真的那么有机会当选的话 我们就把它当做是他当选好了 现在就是想不出还有什么人选去跟川普打 好那川普他应该要当选 那未来我们就要思考很多对策 什么对策呢 他怎么样对中国的不友善 他怎么样要跟台湾收保护费 那所有的企业该怎么去因应 川普这个人 好了 那以现在的卖压情况来讲 以大盘的卖压情况来讲的话 我们来思考一个 以低价位股在这边操作到底安不安全 以位阶来讲的话算安全 所以呢 基本上 将今天我们看到大盘还在压盘 在压盘在压盘的过程里面 居然这种股票能逆势抗跌 甚至呢还要逐步的走高 那我认为相当不错 也就是说呢 他的筹码还算稳定 只是短线有更多人注意到以后 会跑来进行做一个当冲 或者隔日冲 好吧 那没有办法避免 因为大家都在找比较强势的股票 反而比较弱势的股票 你都不会注意 各位 今天比较弱势的股票你都不会注意 可是我要提醒你 今天是礼拜五对吧 礼拜五接着往下走 应该是要看什么呢 下个礼拜 台湾大概有一个叫做生计战 以这个月底来讲一个生计战 全世界 现在除了看川普投顾在表演 那当然还有一个盛事 就是我们在下礼拜会 不断的会看到 巴黎奥运 好 巴黎奥运是吧 那奥运会将是从下礼拜开始的题材 但是我们要从奥运的题材股里面去找的话 不是很好找 因为基本上它不是很大的主流 因为它非电子族群 好不好 那但是呢 一定会看出一个端倪 怎么样去布局 那我们现在来检视一下 到底怎么去看这个 现在可以布局 大家有的在涨 有的在震荡 好吧 那有些筹码比较乱 那我们到底去布一个 有把握的 有胜算的 谁呀 好 我来看一下 来做一张资料给大家看 好了 好 鞋材 我们从鞋子来发挥好了 爱迪达 爱迪达调高他的财测 以爱迪达来讲的话 之前的股价开始往上冲 我在讲一个鞋材的母子党 这是家母子公司 我花一点时间跟大家来讲一下 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既然 下个礼拜是奥运 准备要开始了 对吧 好了 那我们就来看看都叫百合 但是代码不同 后面也不同 一个台湾百合 9938台湾百合 一个叫百合 百合新业 百合实业 8404的百合KY 跟9938的百合 妈妈在这 小孩在这 好了 我们先看妈妈 妈妈 大概全球前20名的鞋厂 基本上都是他的客户 重点是在这边 而且看他的毛利率 相当不错 34.62%的毛利率 这是毛利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看 今年上半年他的获利 跟去年他的获利 去年百合的获利是1.95元 他配息是配1块 还没除息 8月除息 8月就可以领到股息 1块钱应该很容易填息 8月 那时候他除息的时候 奥运还是在持续当中 好 8月除息 好了 来看 上半年赚了2块3 去年赚了1块9毛5 上半年就赚了2块3 超越了去年全年 他在扩展他的高单价的产品 而且打入车用跟军用品 军用品是属于哪一块呢 就是我们的国防部 防弹背心的专案 切进去了这个应用市场 而且他在扩产 印尼厂啊 第一季他就完成 完成他全部的新产能的建制 关于他的小孩百合KY呢 他的毛利有36% 去年他赔了1块9 今年的前5月他赚了0.37 这么一来一回 哎呦 转归为赢哦 所以这两档股票在今年都很有可为 尤其是妈妈 来我跟大家讲尤其是妈妈 好了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那我们来看一看 值不值得注意 哎呦他在跌 对哦他在跌没有错啊 他在跌才好 现在是68块6跌9毛 各位请看 看K线 注意看哦 这边是拉回来 对啊拉拉拉拉回来拉回来 注意看哦 他拉回的过程 你没有发现 这两天外资在干嘛 这两天外资狂卖台股 卖啊卖啊台积电啊 什么什么股票抓着就卖好不好 大举卖超 哎 前天 外资买了3000多张 昨天 外资买了2600多张 这边是前方的一个压力区 叫做70块8 他已经接近这个压力区了 好了 大盘不好对吧 接近压力区 那代表我往上攻 我会碰到这个套牢区域 有可能会出现震荡 极有可能 好了 请问震荡完毕之后呢 是该再拉回修期整理 还是突破它 持续往上走 请大家听 刚才给你看的是 上半年的获利 已经超越去年全年了 那下半年呢 再手订单 现在目前看起来都没有问题 而且有一个 有一个非常好的情况就是 以现在的法人估计 他大概下半年 可以赚到4块8左右 也就是整全年度了 那也就是说 下半年也可以赚个2块多 再加上上半年的2块多 大概4块8到5块 各位你想一下 EPS可以到达4块8到5块的情况之下 现在目前的股价的位置 居然连70都还不到 再加上有奥运题材 下个礼拜点火 你怎么知道下个礼拜奥运 奥运概念股不会上呢 那就妙啦 那谁在那边卡位啊 你外资 等一下我问一下外资 我们访问一下外资 请问你们最近不是都在卖台股吗 你们有必要这样大举去买这种奥运 奥运概念股吗 好像也没有必要吧 那你买它应该有理由吧 好好 那看起来似乎是 那不管今天筹码是外资做的部分调节 还是本身套牢筹码的调节 看起来 这档股票 有很大机会 为什么这样讲 一 如果今年可以赚到4块半到5块 我先讲 光是4块半就好了 我们来换算一下 如果用4块半 以它现在目前的来看的话 4.5乘以 那这个会不过才怪 那我刚刚跟大家讲 刚才有看到 你看到一个短线的反压区对吧 这里 那怎么会不过呢 过了以后怎么样 它会变成一个海阔天空的形态 各位 那是机会来了 我现在跟大家讲 就法人之前所评估的 大概是在75块以上 但是呢 我认为可能不止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它的股本也不大 29.7亿 所以呢 请你特别留意 如果手上没有奥运概念股的 我要请大家今天在大盘拉回的时候 请你注意一下 往下个阶段去找 这种真正有赚钱毛利又高的 这种公司 而且搭到接下来的概念题材 你说有时候我们选股票 会选到那种 你会觉得会不会太早讲 有时候你看 像君豪 我举个例子 君豪上市就有人 我们那时候在录节目的时候 就有人会说 那个好像也不会动 在哪里啊 我想想看 好像在这附近吧 还是在更早之前 就是上上下下 就在那边整理整理整理 突然哦 他突然他就来了 各位 那可能我们录影录得早 跟大家讲 君豪要注意啊 讲 有没有 讲一讲呢 结果后来大涨 大涨到这里 君豪还仍旧强势 如果你今天回去看 我们过去的那个节目 过去礼拜六 产业先锋队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在那个时候讲的时候 如果你已经下手了 你已经动作了 而且你不怕震荡 你真的是赚大钱 你根本就不用买在什么 三位数 你不会买在三位数 好吧 同样道理 大家跟大家讲水资源的时候 大家也觉得说 这个很弱好不好 你说得对啊 讲水资源的时候 他真的也蛮弱的 也就是要涨不涨的 而且这这边都没办法突破 对吧 要涨不涨的 就突然 攻上去拉回来 开始往上喷 就跟你讲在乱世当中 这种股票 什么绿能啦 电力啦 水利啦 这种股票就突然就给你跑上来了 而且通常都是什么外资啊 法人啊突然就来给你 他越高他越买 我们终于了解一件事情了 外资很奇怪 你说说他第一个他就尽量砍 对不对 就是助长助跌 好那既然是如此的话 那我们就布局好 所以我讲为什么布局很重要 大家都思考一个 短线我做一做 看怎么样怎么样 布局很重要 那是不是 那我今天还是在跟大家讲 如果你跟得上脚步的话 其实四星科你昨天就已经布进去了 对吧 这种低价位的股票 你要告诉我说 现在去找那种三十几块的股票 好找吗 真不好找 而且你要带着题材 你要带着未来 你要带着下半年 他的获利可能会去拉升 这都超困难的 而且你要勇敢的去布局 你要去下手 这很难 说实在很难 对于大家最近 最近这一阵子 我觉得大家真的很辛苦 辛苦在于说 持有的个股 万一没有什么信心 你可能抱不住 可是又你担心 我抱不住 我还是要卖 卖了我就亏损了 那我到底是该留还是不留呢 会搞得大家有点错乱 但是呢 度过了这个礼拜 我认为 这个礼拜是很难熬的 那度过这个礼拜之后 下礼拜会比较 会比较看到晴空 虽然下礼拜感觉有台风要来 但是台湾股市来讲的话 经过了外资 外资不断的卖超以后呢 筹码会趋于沉淀 也就是说 外资的卖压趋缓以后 我们才可以稳定 我们再来看一看台积电 我们刚从开始录节目的时候 到现在台积电呢 最低的时候是来到哪里 980嘛 现在目前在983 人就压力非常的庞大 好了 那有没有人去救他 一定有 一定有低档去承接 那今天成交商 出来了 大概换算到现在目前为止 5万多张 会不会到尾盘的时候 又会出现8万多张 看起来呢 今天早上的980 现在是目前短线的支撑 会不会再跌破他 跌破他代表呢 这绝对是法人在那边 加大压力 让他去灌破 外资在台湾股市部空单 那个是新高水位 所以看起来呢 似乎要在指数上 还要再讨便宜 所以各位 你虽然有爱国情操 我们理解 但是散户朋友 今天看他月跌 你搞不好越买 在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你要期待台积电 要回到1000元以上 甚至像外资讲的1500块 花期 他提出了台积电的 1500块的一个目标价 所以看起来都很高 可是你们这些外资 讲完讲完 你们今天真的进去买了吗 真的吗 你们这几个外资 通通在调高目标价的 反而是台湾的本土的资金 在那边力挺台积电 我的看法台积电回到1000没有问题 但是最近的震荡真的很大 如果要这样 你也不一定要去买台积电 我说真的 因为那些资金更好操作 你可以买其他股票 就像我们刚刚讲 你可以布局奥运概念股 甚至布局像 跟川普相关概念题材的 怎么看怎么看好像他都会当总统 所以后面我们就要很多策略 那是以后的事情再讲了 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呢 到这个地方差不多到尾声 我特别提醒大家 如果股票上有问题的话呢 欢迎大家呢 可以透过我们的like来问 如果下礼拜你想跟着队长来操作股票的话 还是一句话 你先准备好 有股票如果要转换的话 我会告诉你怎么转 你可以在line里面写 我现在有什么持股 价位大概多少钱 下礼拜我们要进攻股票的话 我可以带大家操作一档股票 只要你在line里面打上跟 加上联络电话 然后你对你股票不清楚 不明白的地方 可以把你现在几档 到底该卖还是要留的股票 写给我 把价位 把张数写给我 我来告诉你怎么调整 然后怎么转换股票 去进攻下礼拜的题材股 在line里面留 跟 加上联络电话 大家不要客气 这个行情 没有太坏 震荡完会洗出一些 新的股票出来 会告诉大家说 我洗好了 我准备上工了 震荡之后 盘是人就区间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周见